我覺得我能去一級車隊 我覺得我應該是維持得還蠻不錯 所以我才會有這個機會 他是史上第一位加入UCI一級職業車隊的台灣車手馮俊凱 五年前原本還在前進職業車隊打拼 2013年進入二級車隊卓比奧斯 接著2014年轉戰高士特職業車隊 不過就在同年底 26歲的馮俊凱開啟了進入世界最高殿堂的機會之門 他加盟了一級車隊藍波美麗達 其實我一下都是比較以正向的態度去看事情 所以可能有在懷疑自己 可是並不會真的想要放棄 2008年他入選了北京奧運國手 2011年拿下美國超級州的總冠軍 2012年獲得環菲律賓公路巡迴賽的登山王 2013年拿下法國歐巡賽感鬥賞 還有東亞運的公路賽金牌 另外台灣村民更加熟悉的 是他在2012年到2014年達成了環台賽登山王的三輪霸 我認為我雖然不是一個很真正的爬坡型的選手 可是我爬坡的能力主要是跟我的心態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喜歡爬坡 我很喜歡享受去爬坡的感覺 馮俊凱的每一步走得扎實 更不斷創造台灣自行車界的紀錄 現在2015年賽季登場 他的每一站都將成為車迷關注的焦點